农民心在堂血 我们希望给农民一些鼓励 在今天现场就有两个 好漂亮的凤梨世佳 先欢迎副主厨卢兰志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凤梨世佳好吃 你看这么大一颗 我手是干净的 我刚刚洗过了 对不起 这凤梨世佳真的 我没有看过好漂亮的一颗 上面呢 这个颗度还清清楚楚 真的是比我脸还大颗 很多人讲说 这个可有新吃吧 以前我们世佳 他可能是用手剥来吃 告诉大家说 现在可以用切的耶 兰志 一般的话 我们用手剥的话 它叫做大木世佳 那这个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凤梨世佳 那我们这个用切的 我们先把它尾巴的地头 把它拔掉 那它如果熟的话 它会很好 就把它剥下来 那没关系 我们直接来现场示范 怎么切 是这个样子切的哦 凤梨世佳哦 而且这个时候 凤梨世佳的价格非常的清明 或许您可以订个一两箱来 好像在切吧啦 好漂亮啊 它里面就这样一颗一颗的 然后呢 那我们再把它对切 再对切 安全一点把它反过来 挺疗愈的哦 好像在切那个 对 它的果肉的话 它是比较Q弹的 不像一般的大木世佳 它是比较软嫩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凤梨世佳米 趁它还这个脆脆的时候 它吃起来的口感是最好的 自己呢 已经先订了两箱给制作单位了 所以等一下 切出来的这几块 我要请今天的重量级权威来分享 这个时候 我们也让农民得到一些鼓舞 好漂亮的盘子 这根本是大理石的盘子 它已经切出来了 来 这一块我先邀请胡医师 请您上前来吃吃看 它不能吃到皮哦 皮能不能吃 皮不能吃 对 皮是不能吃的 吃吃看啊 我是不是坐在那边吃啊 都你 都看你 来 院长 您品尝一下 谢谢 谢谢 那凤梨世佳它吃起来 它会有一种热带水果的香气 对 还有一个凤梨的酸甜的味道 对 所以它叫凤梨世佳 它有香气 吃起来脆脆 胡医师 它的口感如何 有一种粉粉的 甜 清甜的那种味道 院长如何 跟四家完全不一样 真的吗 其实我吃过 我知道 曾医师你也想吃 对不对 但是下火耶 好不好 好 来 我要接下来请兰志来告诉大家 这一道菜 观众朋友请您拿相机拍下来 在这一段期间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它叫核手乌鸡黑蒜橙青汤 它的材料有什么 没错 那我们材料的话 里面主要有核手乌 还有云林的黑蒜 还有干香菇 还有一个阳肚菌菇 那汤底的话我们是用 大量的蔬菜还有菇类 然后再加入黑蒜 去熬煮八个小时以上 它熬出来的汤底 它会呈现黑金色 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摆盘 其实它已经熬好了 不过胡医师这个时候 核手乌它的功效是什么 这一段期间喝鸡汤还不错吧 可以 因为它至少的就是 用这种 尤其是老母鸡 或者是核手乌鸡 那这种 尤其是乌骨鸡之类的 它就是有那种补肾 补肾的话就补肾水 补了肾水 水可以去滋养肺 就这样子一个作用 尤其核手乌 它是滋养的肺还不算 而且让人变得更年轻 当然更年轻了的话 免疫能力当然就也年轻化 你是不是有一个精华的动作 对 没错 好期待 这个是核手乌鸡黑蒜澄青汤 提升免疫力的 其实副主厨就是汤底 大量的蔬菜菇类 云林黑蒜头老母鸡 熬煮了八个小时 完成了 对 那它汤底会呈现黑金色 这样子 汤底是黑金色的 对 不是它的营养成分 其实大蒜里面 它有含很丰富的硫化物 还有大蒜属 其实大蒜它本身对我们的心血管 还要提升我们免疫力 都很好的功能 但其实大蒜我想要强调一个 就是说虽然它的 其实最好的营养素是在生 在生的大蒜的时候是最好的 但是很多人会空腹吃生蒜 或者是很多比较年老的人吃生蒜 其实它生蒜对我们的肠味道 其实刺激性很大 所以其实大蒜 尤其大蒜对我们的 吃下去其实口气会不太好 所以其实在大蒜的建议上 我们还是会建议用烹煮之后 谢谢大家